好 咱们说完了第一个啊 说完了第一个啊 金融商品转让 差额确认销售额 咱们说第二个啊 经济代理服务 差额确认销售额 什么叫经济代理服务 他之前讲那个销售服务的时候 说过这个事吧 经济代理服务啊 那么这里边怎么怎么差额啊 我们说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扣除向伪投房收取 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 或者行政人失业性 收费以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哎 我跟大家说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一个经济代理公司 现在国外有个企业 想到我中国注册一个公司 啊 注册一个商标吧 但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所以他找我这个代理公司 让我代为办理 我说可以啊 啊 在中国注册一个商标啊 要给这个呃政府啊 他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啊 要收多少呢 一千块钱 哎 你把一千块钱给我 当然这个事我不能白干 除了一千块钱一万 啊 我收个中介手续费 收你六十块钱不过分吧 哎 所以你一共给我一千零六十 那我问大家 作为这个中介机构 我找这客户要了一千零六十 我收入是多少 是一千零六十吗 他必然不是 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 因为这一千块钱 是我给你办事收的 这六十块钱 才是我真正找你要的 听到了吗 所以你在拿着这例子 你在对应这句话 什么呢 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是啥啊 是一千零六十 扣除什么呢 扣除这个过程当中 你办事要交给政府的政府型基金 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把这一千扣完了以后 剩下的才是你的销售额 这叫差额确认 那为什么要把它扣啊 是因为你在政府办政府型基金 或者行政事业性你收费 人政府不给你开增值税发表 对不对 不给你开增值税发表 那你就没办法获得合理的金箱税 所以怎么样 直接让你在收入里把这一千给减了 你就对那六十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百分之六交增值税就完了 听懂了吗 对吧 这叫差额确认效果 而且这里边有个规定 向委托方收取的政府型基金 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项发表 我找那国外那哥们 收了一千零六十 告诉你这一千块钱 你不能开增值税专项发表 为什么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啊 这一千 怎么样啊 这一千是你收入吗 对吧 其实也不是 对不对 就是你代为收缴 替他付的钱 不是你收入 不是你收入 你凭什么开增值税专项发表 让人家产生几项税 对不对 跟你没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千不让你开 这六十可不可以 这六十可以 这是你实大实的收入 那你就开增值税专项发表 所以这地方注意一个 不得开增值税专项发表的情况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融资租赁和融资性售后回租 先简单回顾一下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所谓融资租赁 A公司想要一个设备 C公司有 A公司想买没钱 这时候找了B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 说你花一千万 替我把这个设备 从C那买来 买来以后 你租给我 然后我给你一千二百万 但是注意是分期付的 等于我租 我从B手里把这设备租回来 我给你的总租金一千二百万 比这一千万要多一点 多的两百万 就是B的收入 就是等于是B赚的钱了 听懂了吧 这叫融资租赁 它未解决的是什么呢 未解决的是 A想要设备 但是现在不能一次性 买的这种困境 所以有一个中间商B 它有钱 融资租赁公司 这是融资租赁 那么融资性 售回租是黄色部分 这设备在哪 本身就在A手里 现在A一千万 把它卖给B B给了A一千万 然后B再把这个东西 就租回给A 让它接着用 然后A定期付租金 付给B一千二百万的租金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要解决A用设备的问题吗 不是 这设备本来就是A的 对不对 这要解决的是A缺钱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融资性 售后回租本身是借钱 就是我借了一千万 到时候我给你一千二百万 以租金的形式 但实际上是差额的 这两百万是什么 是给你的利息收入 听懂了吧 这是融资租赁 和融资性 售后回租 两个都带融资 但是本质上是存在的目的 什么是很不同的 那么这两种情况之下 作为融资租赁公司B 他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或者是提供融资性 售后回租服务 他的那个应交的增值税 那个税机怎么确认呢 也要差额确认 怎么差 我们来看啊 融资租赁的那个销售额 是以他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加元费用 就是这一千二百万 减掉支付的借款利息 发行的战权利息 和车辆购值税 这边有同学说了啊 老师 我还以为减了一千万呢 不是啊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啊 不能潜着一千万 为什么呢 因为B 像C买设备 买一千万的时候 他正常的一千万 是能产生几项税的 所以不能直接插掉 对不对 他能插掉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借款利息 一个是车辆购值税 啥意思呢 就是我B啊 找C拿一千万 买这设备的时候 我B也不见得就有钱 那怎么办呢 我要去找银行借钱 我要去找银行借钱 我B啊 向银行借了钱以后 然后我才有钱去买这个买的C的设备 我从银行假如说也借了一千万 然后这块呢 假如说我有五十万的利息 那大家想想 这五十万的利息 是不是我这获取一千二百万收入的成本啊 大家想是不是 它是的 它是相关成本吗 我是为了获取 为了赚这钱 我才买设备 为了买设备才借钱 为了借钱 它产生五十万利息 对不对 所以这五十万的利息 一定是我的相关成本 但这五十万的利息 成本禁 收入销 成本本身能产生计象税 对吧 但这五十万的利息 能产生计象税吗 不能 我们要一个常识 贷款服务 注意贷款服务 就提供的那个贷款服务 那个利息啊 开发票 都只能开普通发票 不能开专用发票 之后我会讲为什么啊 不能开专用发票 所以这五十万是开不出专用发票的 开不出专用发票 B就没有这个相应的计象税 但五十万又是它的合理成本 怎么办 查克确实销售完吧 所以这一千二百万 就可以把这五十万减掉 那除了这五十万可以减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减 就是我B找C买东西 假如说买的这个东西是个车 那么假如说我买这辆车 也是花五十万 花五十万车 本身它会产生增值税 车是13% 一般货物吧 税率 所以五十万乘13%是6.5万 是6.5万 也就是我找C买车 给它五十万的时候 它给我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有这六点五万的金项税了 但是买车除了交增值税 它得交一个车辆购置税 咱之后会讲 车辆购置税 有一个单一税率 百分之十 所以这五十万的车呀 还叫交五万的车辆购置税 这五万的车辆购置税 是我B买车的时候要交的 是不是B的成本 当然是B的成本 这五万包不包含金项税 不包含 听懂吗 所以这五万 也是我B的合理成本 是为了赚这一千二百万来的 但是它也没进项税呀 所以怎么样呢 它是合理成本 又没有进项税的情况之下 差额确认销售 就允许你把车辆购置税 也给减了 因此按照这个公式 在这个案例当中 这个融资租赁公司B 它的税金 就是应税的消除额是多少呢 是一千二百万 减五十减五 能理解吧 等于是一千零 不是一千一百四十五万 对吧 能听懂了吧 这就是B的应税的销售 那个税机 就确认下来了 但是这是融资租赁的情况 如果是融资性收回租 你看也是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在这里边 大一括号不含本金 什么是本金 大家想想 A把设备卖给B的时候 B给了它一千万 这一千万是本金 对不对 然后后来利用出租的方式 支付租金的方式 一共给了B一千二百万 这一千二百万里头 一千万是本金 两百万是利息 对不对 所以融资性收回租 大家注意 它的销售额 既然不含本金 那么怎么样 首先就是一千二 要把这一千减掉 也就是说融资 上面这个融资租赁 一千二是全部收入 但融资性收回租 这里边已经减了一千了 它是从两百万开始减起的 这两百万是它的销售收入 这个也说得通 大家想想为什么 因为融资性收回租 是贷款服务 贷款服务的收入 怎么能包含本金 贷款服务的收入 肯定是利息收入 所以你想肯定是二百万 对不对 这二百万还可以减 减什么东西 减支付的利息 发行的债券利息 这都是个 比如说像银行 这五十万 就是我为了给这A一千万 我得找银行借 我找银行借 支付了五十万利息 这五十万利息怎么样 可以从二百万里减 所以二百可以减五十 那么融资性收回租 在这个业务当中 就是一百五十万 是它的应税收入 然后怎么样 除以一加百分之六 做价值分离 再乘以百分之六 就可以计算小财增值税了 对不对 这里边大家发现没发现 一个是把本金减了 还有一个是没有车辆购置税 为什么融资性收回租 就没有车辆购置税了 因为这个设备在谁手里 在A手里 对不对 A是那个用设备的人 所以A 他如果是辆车的话 A在买车的时候 就交过车辆购置税了 B不用再交一遍了 所以这里边就没车辆购置税 OK 好 那么融资租赁和融资性收回租 差额确认销售的方式 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两者是有差别的 两者是有差别的 在这里边 我再做一个提醒 社会回租也好 他有个特色 就是我贷款的利息 实际上相当于产生了几项税 对不对 那我知道一个企业 如果找银行借钱 借钱支付的那个利息 我们成本进收入销 我借钱要支付利息 利息是成本 理应产生几项税 对不对 但是一个企业 正常的找银行借款 都是不能产生几项税了 这对企业来讲是一个损失 对不对 但是如果通过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 又可以对借款利息产生几项税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东西走通了 有一些税负被降低了 你能感受到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有的吧 我企业 我再说一遍 我企业自己找银行借钱 它的利息产生不了几项税 但我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公司 找银行借钱 借款利息 因为融资租赁 它差个计税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借款利息 就能产生几项税了 那等于说进项税变多 我的税负变少 对不对 所以通过融资租赁 能不能够产生税收策划的效果 在这里老师只给大家提一个思路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往下去思考 我就不多说了 好 接下来第四个 456都是跟出行相关的 其中第四个 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额 我买机票 航空运输公司销售机票 它不是有个收入吗 这个收入注意 不包括代售的机场建设费 和代售的其他航空运输企业的客标 而代售转付的价款 就是说 我航空公司卖这个机票 收到的钱 可以减掉两个东西 然后做差 再去计算缴纳增值税 哪两个东西呢 一个是机场建设费 大家知道什么是机场建设费吗 机场建设费也是有历史的一段 行政事业性收费 就是什么呢 以前那机场 飞机那机场 毕竟比较昂贵嘛 修整安保什么的 都需要花钱呀 对吧 所以当时设立了一个基金 的机场建设费 然后呢 你凡是买机票的 这个旅客 还得再交个机场建设费 然后这机场建设费 收上以后 专款专用 去用于这个机场的 这个相关的机械 对吧 这个导致 当时是分开收的 这个导致啊 我去买机票 买完机票 我还得再去这个窗口 去交机场建设费 而且那机场建设费 收的还不低 你知道吗 而且不同地方收的不一样 有的地方可能二十三十 有的五十 甚至有时候收一百 对吧 那时候一个机票 可能还几百块钱 对吧 你机场建设费 建设费收一百 这顾客要疯了 对不对 说你这太贵了 太黑了 对不对 而且各地标准不一嘛 对不对 所以就产生了什么呢 行政适应收费 它跟税相比 因为它比较容易 被人为操纵 所以各地啊 就容易什么呢 就容易这个 就就形成一些 舞异的情况 对不对 不好管理 所以费不如税好 费不如税好 后来国家就下达力气 去整顿机场建设费 首先呢 是在全国统一标准 就你不能说题就题了啊 要统一标准 第二个啊 做了一个很绝的事 就是把机场建设费 揉到咱们飞机的 那个售票的 那个票价之中 也就是原来是什么呢 顾客我买完机票 我再去交一遍 机场建设费 现在是我买机票的时候 直接就含着机场建设费了 卖机票的那个 航空运送公司 把这个机票费 收来以后 再把其中的机场建设费 自己再交给国家 等于是 从一方面来讲 确实方便了这个乘客啊 因为我不至于交两次费了 我就交一次费就完了 对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咱们这个负黑点说啊 等于是什么呢 把我的这个收费 藏在了票价收入之中 让你看不出来 你乘客不是说我黑吗 对吧 收这么多机场建设费 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收了多少 你就以为是买机票的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增值税 是一个非常税收中性的 是公开透明的呢 因为它价外的嘛 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那其他那些税 你知道交到多少吗 可能都在价格里头 你看不见的 对吧 机场建设费 就这么回事 那你想啊 机场建设费 是航空公司替国家收了 但怎么样 他收了还得交给 交给财政的 对不对 专款专用的 对吧 那是他的收入吗 不是啊 他应该因为收这笔钱 叫增值税吧 不应该啊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就把这个减掉 从收入里减掉 同样因为他交给财政的时候 财政也不会给他开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所以就直接从收入里减掉 就完了 另外一个就是代售的 代售转 其他航空公司的 代售转付价款 老师买一个 买一飞机票 飞到澳大利亚 从北京飞到澳大利亚 然后中间新加坡转趟机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 就包含了两条线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航空公司来运输 从北京到新加坡是A航空公司 从新加坡再到澳大利亚是B航空公司 但是我给钱的时候 我给的是一个人啊 比如说我就给了A航空公司 那A航空公司收的钱以后怎么样 把它转给B的那一部分 要从他的收入里扣掉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不是他的收入 对吧 所以这里边 注意一个可以扣机场建设费 一个可以扣什么呢 代售其他航空航空公司 与这个企业客票 而代售转付的价格 就这俩扣掉就行了 第五个 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厂站服务 客运厂站啊 我这个交通总站 对吧 大家到我这买票 然后你上车 对不对 那么他在客运厂站买票 那就是客运厂站收得的全部价格 和价格费用 可以扣什么呀 扣除支付给乘运方运费后的余额 对不对 我客运厂站 跟你的交通运送公司 我们是俩单位 我我售票的时候 是帮你把票售了 我这收到钱了 但收到钱 我不能自己迷下来啊 我得把属于你的那个运费 我得分给你 对不对 所以我收的钱是全部 我要可以扣除 我分给你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才是什么呢 才是我真正应该计算 想拿增值税的销售额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选择一般计税方法 你不能是 因为客运厂站嘛 咱们说了这个一般纳税人 提供公共运输服务 他可以选 选择减一计税嘛 那选择减一计税 就等于是 帮你扣一部分了 对吧 所以你选择减一计税 你就不能差 差额确定消息额 你要想差额确定消息额 你就不能选择减一计税 两个优惠率选一个 OK 这是一般纳税人 提供客运厂站服务啊 然后再看第六个 纳税人提供旅游 提供旅游服务啊 那么他可以选择以什么呢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值费用 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并代为支付的 什么呢 其他单位和个人的 住宿费 餐饮费 交通费 签证费 门票费 和支付给其他 接团旅游企业的 旅游费用后的余额 这个道理大家也能想明白 我去一个旅行社 我给他钱了 但这钱 是不是都是旅行社的收入呢 也不见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得拿这个钱 给你交住宿费去吧 给你这个交 交餐费去吧 我雇这个地勤接送 我得交交通费吧 对吧 你要出国 我得交签证费吧 你要去公园玩 我得给你买门票吧 这些我都得支付呀 而我支付的这些费用 实话是说 好多都是获得不了 旅行税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 我拉你去一个 这个远郊的小山村 然后去吃点当地的特色 的这些美食 那这都是老乡家呀 他哪开得出 增资税专用发票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都获得不了 合理的增资税的进香税 那怎么样 而且这钱十二十说 就是也就相当于是 经过我的手 给了那些人了 对吧 我也没收到钱 所以呢 你就不把它认为是 我的收入也是正常的 因此呢 你旅行社可以把上面 反正都得给别人的这些钱 从你的收到那个 从旅客手里收到 总费用里头扣除 剩下的才是你真正 旅行社的应税收入 这大家这到底大家能听懂吧 而且这里边讲到了什么呢 像由这个旅客服务购买方 收取并支付的上述这些费用啊 是不得开具增资税专用发票的 这跟那个经济代理服务 那道理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些钱本质上 不是你的收入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开增资税专用发票 不是你的收入 你怎么能给别人开进行税呢 对不对 而且实话实说 像什么这餐饮交通签证 门票什么的 也都属于个人消费 你出去旅游去了 那不是消费去了吗 对吧 你消费还能产生进行税吗 对吧 所以这边不让你开增资税专用发票 好 到此为止啊 咱们讲的这几个里头 我提了三个 提醒大家注意啊 我提了三个 不得开具增资税专用发票的情况 再带给大家回顾一下 一个是金融商品转让 不得开具增资税专用发票 一个是经济代理服务 收的那个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专用收费 不能开增资税专用发票 还有一个就是旅行社 对不对 旅行社 代收的这些住宿费 相影费 交通费 签证费等等 不得开具增资税专用发票 这三个地方 是不能开增资税专用发票的 提醒大家注意啊 但是可以开普通发票啊 好 我们再看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就是涉及到这个房屋的问题了 建房 卖房 二手房 对不对 这里边不涉及到租房 我跟大家说了 房屋这块 其实是四项业务 第一个是这个 先让建筑单位 建筑施工单位 先得建房 把房子建起来以后 然后呢 房地产家 我都把它卖出去 这叫卖新房 卖完新房以后 买房的这人 就有两个选择了 一个是我可以把它租出去 这叫租房 还有一个是我可以把房卖出去 这叫卖二手房 对不对 所以一共涉及到四个环节 建房 卖房 卖二手房 租房 这四项 这四个环节 在咱们之后的一节当中 专门就特殊的应税行为里边 专门会有讲解 其中 这个建筑服务 选择减一计税的 后边二手房 选择减一计税的 还有房地产开发企业 选择一般计税的 都是可以差额 确认销售的 这个东西 咱们在之后 讲那个房地产相关的 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再给大家细讲 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选择一般计税 然后建筑行业 和二手房 选择减一计税的情况之下 都能差额确认 当然你不记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后边 我会给大家编口诀的 这东西编完口诀以后 很好记 这叫什么呢 房开一般 建二减 持缴税款 差额确 这这一句话 就说完了的 那么 所以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在这不多说了 咱们之后再讲 所以七八九 不多说了 咱们之后 讲房地产的时候 再来说 最后那么咱们这十项 差额确认 其实基本上 就跟大家说清楚了 你看融资 那两个融资租赁 融资项售 回租说完了吧 然后炒股 然后做代理 旅游客运 坐飞机 这六都说完了吧 建房卖房二手房 放到后边去说 差额确认要牢记 要确认 要知道他们都是 差额确认销售额的 当然 如果想要差额确认销售额 也得有凭有据 你得获得扣除凭证 后出凭证是什么呢 教材列了五项 第一项 如果你是支付给 境内单位或个人的款项 支付给境内的 就要求你获得什么呢 发票 是有效的和合法的 有效凭证 如果你支付的是 境外单位或个人的 那境外的很多不开发料 那怎么办呢 就以该单位或者个人的 签收单据 是合法的有效凭证 如果税务机关 对签收单据有意义的 可以要求境外提供公正 第三个是缴纳的税款 如果你之前有缴纳税款 那么以完税凭证 作为合法有效票据 第四个呢 是政府应基金 行政适应收费 或者向政府支付的 土地出售价 都跟政府相关的 可以获得什么呢 收据 但是这个收据 它是有级别限制的 一定是要省级 级以上的财政部门 监制的财政票据 才能作为合法有效凭证 你这事级的都不行 OK 最后就是国家事务独立 规定的其他凭证 那么纳税人取得上述证证 用于增值税扣税凭证的 那么他如果同时获得了净项税 那么这个净项税 就不能从肖项税额当中抵扣 啥意思呀 也就是说 要不然你就差额确认销售额 要不然就是你这成本 真的获得了净项税发表 你就用净项税去产生 去抵那个肖项税 两者选其一 你不能一边 差额确认销售额了 一边你这成本获得了净项税 然后那净项税发表接着用 那能行吗 那不能吧 等于净项税被抵了两遍了 所以要注意 凡是选择差额确认销售额的 那个从收入里减掉的那些成本 如果真的获得净项税专项发表了 那净项税专项发表就废掉 就不能产生净项税了 知道这么个事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真题 一个2017年考过的 对下列增值税应税行为 计算销项税额的时候 要按照全额确定销售额 按照全额 那就把差额删掉呗 第一个贷款服务 那他就是 对吧贷款服务不在刚才我说那十个里头吗 第二个金融商品转让 不是吧 我刚才讲了半天金融商品转让 第三个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厂的服务 这也不是吧 他是把那个 付给那个乘运方的那个 那个那个运输费是可以减掉的 对吧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 是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厂的 你不能是小红红纳税人 对吧 第四个经济代理服务 可以把那个政府用基金扣掉 对不对 所以ABCD都不是 只有A 只有A 我们大概18年 下列行为 在计算增值税 消消税额时 应当按照差额 这回问的是差额 确认销售额的 有哪些 A 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 那这个是 这是全额吧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 然后企业 逾期未收回包装物 不再退还押金 那也是全额 对吧 那也是全额 这跟差额没关系 对吧 C 转让金融商品 这是差额 简单吧 简单 第四个直销员将从直销企业购买的货物 销售给消费者 直销员从直销企业购买货物 然后给消费者销售 那这个这个直销员怎么样 刚才我说了 直销企业卖给直销员800 直销员再卖给消费者1000 那直销员交税的时候 收入多少 1000吧 对不对 你不能说1000减800 我中介200吧 对不对 除非说直销员只是中介 对不对 直销员只是中介 然后呢 实际上是直销企业向消费者卖货 然后直销员从中抽取中介费用 然后呢 如果这个货有问题 消费者要找直销企业 在这种情况之下 直销员是可以1000减掉那个800 就是他是以那个 他就相当于是经历代理了 对吧 当然这里边经济代理不是有差额的问题了 这里边经济代理 他就是收代理服务200万 也不涉及差额的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说 这直销员这个东西 他都不是差额 不是差额 这题肯定是错的 所以这题选C 好 那咱们说完了 差额确认销售额 咱们还有最后一个点 就是视同销售行为 销售额的确定 那么我们讲了增值税 它有视同销售的情况 就是这个事 你虽然没有真正的销售 没有真正的获得钱 但是呢 获得了利益的流入 我得视同销售让你交水 对吧 这个道理 大家之前也都讲清楚了 那么这种 视同销售确认销售额大 我们他适用于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什么呢 视同发生应水销售行为 就咱们之前说的那个 那十项啊 那十项 所以他没有销售额 我们就要去给他 估一个销售额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那是人真的有销售行为 但是他这个价格明显偏低 又没有正当理由 对不对 别人卖电脑 五千块钱一台 你卖电脑 五块钱一台 你告诉我 你不是为了少交税 对吧 那凭什么你电脑 五块钱一台啊 对吧 你那电脑里头 能开机吗 能开机 能开机怎么可能 五块钱一台啊 对不对啊 你是你是那个 从别的地偷的电脑吗 对不对 不可能 对吧 所以这就属于价格偏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市务局一定是不能认可 你那个低的价格的 那么怎么样 也需要给你估一个 合理的销售额 在这种情况下 也要用到 视同销售销售额确认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按照下边的顺序 并且不可颠倒 你不能说我下边三个 估三个销售额 看哪个少 我用哪个 不行 要是不可颠倒的啊 按照这个顺序 来确定销售额 第一个 是按照纳税人 最近时期发生 同类应税销售行为的 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就是 你这东西 先看你 最近 卖这东西 往外卖 一共卖了多少钱 然后算个平均数 作为你 视同销售的这个价格 然后去确定你的 视同销售的销售额 明白吗 就好像我这个酒 我往外卖 都是一箱五千 一箱五千 好了 我把这酒给员工 自己生产酒 给员工当福利了 那我们说视同销售吗 视同卖给员工了 价格多少 也也是五千块钱一箱 然后去计算 交纳增值税 能理解吧 所以这是先看自己的 如果说这东西 我没卖过 我没有 我好久没卖过这个东西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看市场上其他纳税人 最近卖你那东西的时候的 平均销售价格 你没有没关系 我看看别人 对不对 这是第二种情况 当然一定是先看你有没有 再看别人有没有啊 然后假如说上面两个都没有 这个东西 我从来没卖过 别人也从来没卖过 破天网 头一遭 这个世界上 这是第一件东西 是我们公司研发出来的一个新产品 就没人卖过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赠送给我的客户 让他们先去试用 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 找不着同类价格 那怎么办 按照第三种方法 你不能说不交税了 对吧 按照第三种方法 叫做组成寄税价格 我也给你组一个寄税价格 组一个税机 承税率让你交税 那组的这个寄税价格 怎么组呢 就是下面这个公式 叫做成本乘以一加成本零日率 你生产出的产品啊 没有售价没关系 你中间有成本吧 这不是贴成吊的吧 所以成本这个数是有的 用成本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就是我预估你大概有多少的利润 比如说10% 那我成本1000万乘以10% 你有100万的利润 加一块1100万 作为你的组成寄税价格 这个是税机1100万 然后承税率让你交税 这叫组成寄税价格 成本利润率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在实物当中 用组价公式来寄税的 实话实说是比较少的 你想啊 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企业适中销售的这个商品 自己也从来没卖过 其他市场上也没人卖过 太少了 对不对 所以组价在实物当中用的不多 用的不多 但是在题目当中还经常喜欢考 为什么呀 因为它好考嘛 对吧 它考设计到计算了 对不对 所以在题目当中考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注意 凡是在增值税里 好组成汽水价格的 题目不给成本利润率 统一默认为是10% 统一默认是10%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就是没告诉你成本利润率 你就知道 组价一定是按10% 成本乘以加10% 把这个组价计算出来的 税集有了 成税率啊 交税交税 如果后边讲到消费税的时候 消费税者也涉及到 市中销售组价的问题 那个成本利润率 题目就一定会给了 比如说5%啊 15%啊等等 20%啊等等 他会给你啊 如果没给的 疑虑是10% 大家咱们作为一个常识 去知道就行了 好 那么这就是市中销售 一个是组价 咱们考试的时候会考 另外一个就是注意这个东西 等于说 比如说综合体里边 考到这个东西了啊 他就会综合体里告诉你 这个人卖这个东西 卖一个商品 花了多少钱 然后他怎么样的 把这个商品又赠送给客户 然后不告诉你价格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个纳税人 他是发生过 发生过什么 发生过 近期发生过销售行为的 那题目里给你了 说他给 把这批货卖给谁 花了多少钱吗 所以他题目的后边 问里边啊 告诉你 说这个人又赠送给他的客户 啊 你知道要是农销售 价格怎么估呀 因为他有同类售价了 所以你就得用同类售价 如果这道题特别缺德 后边又告诉你呢 组价 成本率率10%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什么呢 既然有了同类销售行为 顺序不可颠倒 你就不能用组价公式 听懂了吧 所以有的时候 这会坑人的啊 请大家注意一点 好 那么以上到此为止啊 那么同学们可以松口气 为什么 因为我们增值税的税基 其中一大部分的内容 难点都给大家讲完了 增值税基说白了 不含税销售额吗 它就四项情况 一个是一般销售 一个是特殊销售 一个是差额确认销售 一个是适中销售 对吧 一般里边两个 价税分离必须要知道 价外费用必须要知道 特殊物 三个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打折 一个是包装物 还有一个是有意物 移换新 对吧 然后差额确认销售额 咱们刚才讲了 十个东西 你通常是以选择题的方式 考大家 对吧 然后市农销售 知道怎么判断市农销售的 这个价格 对吧 那这四个要点 你都记清楚了 其实税基那块 就好解决了 当然增值税 它作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税 它除了有这个 不含税销售额 这个税基之外 还有个进项税抵扣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下面的课 在于上面课 咱们把不含税销售额 已经解释清楚了 咱们下面的课 就来去再说一说 这个进项税 可抵不可抵的情况 好 那这节课就先到这 同学们 咱们下一节课见